這是我第一次參與社群活動 非常驚訝 在這邊看到了一些老朋友 也認識了一些新朋友 在老朋友跟新朋友的協助下 我早上的提案 其實得到了進一步的疫情跟具體化 我們要做的就是 宜蘭的新農夫 進入宜蘭農村的媒合的平台 這個媒合的平台 會區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在虛擬的部分 一個在實體的部分 在虛擬的部分 應該是一個就叫宜蘭新農人的媒合平台 目前發展的狀況比較簡單 就是說想要來宜蘭務農的 或是想要來宜蘭農村發展的年輕人 或是說不一定是年輕人 你是一個夢想家 你可以透過這個網路的平台 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的事情寫在上面 裡面會有一些比較固定的項目 你可以填進去 比如說你是資訊工程師 或者是你想要種田 你想要種菜 或是你想要種茶 另外一邊就是我們在地有一些社群 一些務農的社群也好 或是你想要來宜蘭農村裡面開店 都好 在地方的社群上 它會開出這樣子的一種可能是需求也好 就是我們這邊需要有資訊工程師 我們這邊需要農夫 或是我們這邊可以提供找田地 協助住房子 這樣子的一些可能 那你想要來宜蘭務農的 你就可以進到這個網站 填了資料以後 大概會跑出一些在地的團體 是跟你的需求有比較match的這個部分 那你就可以初步的 知道他們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團體 然後 甚至你可以去搜尋他們的任何其他的網站 或是他們的新聞 你去了解他們 那或許你就可以直接去找他們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 在虛擬的部分 目前我們盡量先簡單的 滿足一個最基礎的功能 那在實體的部分就是說 你如果看到這個網站的資訊 你覺得還是充滿了疑惑 或是你自己可能只是很單純的想要務農 可是也還沒有說很清楚 那我在宜蘭新的農業處 我們會開一個窗口 那我們就會interview 就是說 你就來 然後 初起刻應該是我自己 我自己會interview 那我會知道說 來的人 他想 他的需求是什麼 他的夢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夢他需要種水稻 他需要做什麼 那初步我們可以幫 我可以幫他判斷 因為 或許兩年我已經interview 超過上海人 所以 具有一定的經驗 那 可以幫他 稍微 判斷一下 那或許 他可能是適合 某幾個 我們在地的社群 那 有一個初步的認識以後 我們有可能是 每個月辦一次像 可以送這樣子的聚會 那就讓 想要進來的人來提案 三分鐘 講講他的夢 跟他的想法 然後 也要 他們有興趣的 這些在地社群的人 就派人來 也可以在上面講 也可以在底下聽 那就讓雙方可以見面 透過屍體的面對面的接觸 可以跟彼此的互相了解 那 然後 如果OK 就 就 帶走 就算是一個 透過實體跟虛擬 這樣的一個 相互搭配的一個方式 試試看看能不能讓這個 讓 年輕人 想要到農村發展的人 可以順利的 進到農村裡面 按家落戶 那不管他要種田 他要開店 他要做一些 工作坊 做木工 做什麼 都好 那 這個是一個 基本的想法 那這裡面 宜安先生 可以做 農委書這邊可以做的是 這裡面如果有需要一些 基礎資料的東西 那我們 就試著讓他開放出來 可以 可以 那這個 就讓 雙方都可以很方便使用 那目前還沒有想清楚 該投出來的資料是什麼 是地級圖嗎 是 是跟 每一個田區 跟做的資料嗎 那這個資料到底 到底 為什麼要有這些資料 那我們基本上 會從需求這個導向 就是說 想要來 立來務農的人 他到底想要知道什麼 那我們在 就那個部分 去提供出資料 那因為現在還沒有開始 所以 這件事情可能會在開始之後 慢慢的滾動 也就是這個 這個網站就會 慢慢的去增加 它必要的功能 那現在 這個部分除了提供資料以外 我們應該會 就是持續的 這個 WASH 這位 這些新農夫 年輕人 他們來到農村 他是不是在經過這個 媒合的過程以後 真正的安家落戶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 定期的方式 可能會 可以 用一些其他方式 確認 他 很確實 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有問題都能夠克服 然後 真正的安家 那這樣子的過程 大概一年 其實就可以大致上確定 就是說 第一年 他進來的這個門檻 比較高 那 是不是透過我們的幫忙 可以 可以進來 這樣子 那 我要介紹一下 我就試著補一下我楊文泉大哥 這樣 兩分鐘 好 第一個還是先看一下 既然他都是OpenStreetman的 那個 圖客 那就來看看他畫的地方 他其實就畫在他的田 上面字我就念一下 他叫200甲類工田楊文泉 就是用OSM畫出他們 200甲社群各自成員 耕種的地方 好 那我補充的話是 我們可能目前還在畫這個Modcom 就是想要做這個平台 那如果有 有興趣協助的朋友 也可以來找我們 然後 就是 對於新農夫 到底需要什麼樣的資料 什麼樣的資料對你來說 才是最重要的 或者最需要的 甚至是技術時結束還是 到底需要什麼 那這個事情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那我是不確定楊大革他之後會怎麼樣持續 就是例如說是用 縣府那邊的資源去做 還是要期待用開放社群 我比較覺得開放社群是一個比較長久之際 就是說 縣政府 我這一個多月的感覺就是比較僵化 那他們就是一個狗粒一個動作 我昨天他們討論的狀態跟今天在這邊討論的狀態 完全是兩回事 就是 就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由下而上 一個是由上而下 那 那 所以縣政府的公家機關可以扮演的角色 可能比較硬 比較剛硬 那可是這個 我認知 它其實是一個宜蘭的新農村運動 所以他勢必要用開放社群的方式去捲動這件事情 這是我現在的基本概念 那 可是到底可以真正怎麼做 這個可能要看後面 做起來到底是怎麼回事 謝謝 那其實我本來報這個是要講柯批田園城市的一點點 但是 就好像來不及 那就 我有準備點報 還有時間嗎 沒有 沒有 我 我秀一頁就好了 就是 我的網子裡面有秀 大概我整理 我們觀察他們田園城市的執行狀況 這樣子 好 大家一起走 好 現在是國會要講柯批田園城市 謝謝 謝謝 謝謝